因出生时一头粉色秀法 他从小就被培养为太子妃 只为等长大后便和皇太子成婚 但十八年后 他却被告知神域弄错了 他以为皇太子不会抛弃他 但等来的却是一句 我们解除婚约吧 上古 初代圣女和皇帝共同建设了帝国 并帮助国家走向繁荣 据说 圣女一个首饰就能让数万人的病好起来 只要一句话就能停止战争 因为这样的历史 神域称 和初代圣女一样 有着神圣色彩的孩子 会成为太子妃 而西娅就是这个被神选中的女孩 她因此被迫和父母分开 在冷漠的宫中长大 能让她支撑下去的 就只有皇太子的温暖 她一直陪在她身边 可现在 她本想挽留她 本想祈求她 可看着她冷漠的眼神 她毅然答应解除婚约 转身离开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身边已没有侍女伺候 连仆人都这么落井下石的吗 外面传来吵闹声 她擦去眼泪 一个双马尾公主妾的女孩 闯了进来 看着她和自己一样的粉色头发 难道 你好 我就是神域的新主人 你以为呀 西娅捋了捋头发 我好像没有允许你进来 女孩不顾她的眼神 自顾自得四处张望 我只是过来看看 属于我的请殿是什么样 还有 她拿起梳妆台上的皇冠 从现在开始她 也是我的了 宫中竟然有如此蠢笨之人 竟然还被封为圣女 真是可笑 虽然神域变了 但还没有人说 这房间马上就是你的了 西娅力声道 皇帝陛下 没有让我离开这里 我现在 仍然是皇太子的未婚妻 而你只是个 公爵家的下等丫头 来人 把她给我轰出去 看着尼维雅 大叫着挣扎被带走 西娅无力地 摊在沙发上 皇太子竟然为了 这样的女人 摒弃自己 这个代价 你要怎么偿还呢 生来就是公爵家的女儿 再加之 圣女光环 被世人所爱戴 十八年后 只因神域一句弄错了 真圣女成了冒牌货 皇太子冷漠悔婚 真圣女上门刁难 现在连公爵小姐们 也在背后奚落她 你们算是什么东西 以前在我面前卑躬屈膝 现在竟敢议论我 给我滚远一点 这就是抢倒众人推吗 她愤怒地跑回房间 等待她的是中犬阿沙 她是公爵府 安插在皇城的一笔利剑 此刻她单膝跪地 亲吻西娅的手 主人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没错 西娅邪媚一笑 你给我去制造一个谣言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 我不是好欺负的 美丽的庭院 一银发男子 正仰望天空 报告教皇大人 前圣女大人西娅 和现圣女 妮维雅宫女 双双卷入丑闻 传言称 西娅宫女诈骗 并欺辱下人 妮维雅宫女绑架 并虐待贫民窟的孩子 哦 男子嘴角扬起微笑 真是有意思 这么快就开始了吗 西娅 不要急 你将会是我的 我迫不及待 和你见面了 吩咐下去 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 这边 西娅竟自收拾行李 准备回到公爵府 要整理的 其实只有那个 皇太子送的订婚戒指 她换来侍女 吩咐她把戒指交给殿下 接下来整理衣柜 忙活半天 还是决定 把和皇太子一起 订做的衣服扔掉 这时侍女回来了 她支支吾吾地说 宫女大人 皇太子殿下 要您亲自去还给她 走进接待室 昏暗的灯光 映衬着以前 每天都能看到的脸庞 西娅忘不了 昔日的美好时光 她还爱着她 可是不能原谅她 我按你的要求 来归还戒指了 放在桌上了 我走了 你就这么着急离开吗 她有一丝丝生气 顺势一把拉住她 西娅一时脚下不稳 被她紧紧揽在怀里 不行 这个距离太近了 只因十八年后 神域改变 西娅由真圣女 成了冒牌货 连青梅竹马的皇太子 也气她如碧雨 归还订婚戒指的时候 皇太子欲言又止 可能她对她 还有几分留恋 但是不可原谅 为了自己多年的付出 她决定复仇 深夜 父亲的飞鸽传书 在火光的作用下 渐渐显现自尽 此前她吩咐阿莎传播 真圣女虐待 平民窟孩子的谣言很成功 但此刻信上提及 尼维亚竟然用 自己家族的荣耀 和神赐的圣女身份启示 深夜通知父亲新一轮的计划 第二天清晨 侍从掌告知西亚 回公爵家的沿路 有泥石流发声 暂时没办法离开宫中 不愧是父亲 这么快就办好了 原本想立刻离开皇城 但现在她 要在宫中多留些时日 以便搜集更多新圣女的情报 她楚楚可怜 新圣女怎能允许她 继续逗留在宫中 上次上门赶她离开 这次还听说 神殿送去的建设领地的钱 全部被她买了裙子和珠宝 如此嚣张 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新的太子妃 你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孩子 只要在这宫中一天 我绝不会让你受委屈 大殿的门须掩着 也是西亚事先准备好的戏码 故意透露真圣女的坏话 希望宫中之人好好散播谣言 看着手中的信件 第二波的谣言效果果然不错 现在还需要注意一方势力 那就是教皇神域的掌控人 如果谣言只能暂时利用 普通民众的言论 那真正能动摇本质的 还是神域的掌控人 圣女是神殿的孩子 与圣女为敌 就是与神殿为敌 那边迟早会出手帮助真圣女 得提前做好准备 现在的教皇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想独占西亚的封批教皇 不惜用假圣女身份 把她拉下神坛 而听闻对方正在调查自己时 却又故弄玄虚地 隐藏自己的信息 她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这边的西亚 正和侍女共享下午茶时光 之前得知 新侍女是波尔图瓦家族的女儿 她有意拉拢 只因她的亲哥哥 是皇太子的辅祖官 阿泽尔提起哥哥最近忧心忡忡 皇城可能会再次与神殿为敌 说是原来神殿负责的部分 要交给皇城 西亚暗自惊愕 已经按照神谕指示 封心圣女为太子妃了呀 两方怎么会产生冲突 宫女大人 你好啊 西亚陷入的思考 被细血的声音打破 原来是皇太子和真圣女尼维亚 双双降临 二人轻易地挽着胳膊 这是在示威吗 尼维亚还和之前那样不可一世 看似问候 实则挑衅 西亚仍旧不给面子 当着皇太子的面交她做人 皇太子静静看着他们争吵 竟一言不发 让人捉摸不透 她到底在想什么 尼维亚细语撒娇 让皇太子陪自己离开 可皇太子却冷冷地支开她 尼维亚瞪了一眼西亚 无奈只能尴尬离开 温氏剩下两人 皇太子突然上前靠近 警告西亚不要再有什么举动 这些天来 她的所作所为她很清楚 西亚霸气回怼 你已经没有资格要求我了 我这是为你好 为我好会抛弃我 她愤然扔下皇太子 飘然而去 走出温氏 感觉身后有人跟踪 转身一看见是尼维亚 她表示自己已经知道 丑闻散播的始作俑者是西亚 还借机让西亚看到她的戒指 这不是西亚退还给皇太子的订婚戒指吗 西亚心中隐隐作痛 但表面镇定自若 带别人的二手货 就那么高兴吗 我不管你有没有苦衷 牙字必报就是我的性格 弃走尼维亚 阿莎从隐蔽处出现 她一直在暗中保护西亚 她带来西亚哥哥 将要从战场回来的消息 太好了 而且还有 那孩子也会回来了 手中又有了可力用的妻子 心里想着 出征的那个人 马上就要回来了 西亚内心充满期待 第二天醒来 西亚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床上铺满了鲜花 你醒了 西亚惊讶抬头 那个本该明天回来的人 居然手捧鲜花出现在自己面前 她眼神清澈 笑容腆腆 一如三年前的样子 她就是皇太子唯一的弟弟 也是皇帝的私生子 阿尔普拉多 她扑到西亚怀中 撒娇地喊着 姐姐 如此会撒娇的小奶狗 谁能受得了 西亚的思绪飘回小时候 那时候 因为自己一次小小的善举 因为身份敏感 被众人孤立的小奶狗 就认准了 自己主动沾了上来 敢都赶不走 直到三年前 被皇后派去战场 阿尔普多拉 一脸幸福地享受着西亚的怀抱 表示自己已经成年了 到了可以把自己当作礼物 送给西亚的年纪 太会撩了 小狼狗确定了 西亚解除婚约后 表现得十分开心 兴致勃勃 邀请西亚共进早餐 可惜被西亚直接拒绝 不过小狼狗并不气馁 离开西亚房间后 脸上露出志在必得的笑容 赶走了小狼狗 西亚终于松了口气 此时府内的仆人 正在为不久后 给战士们准备的接风宴 做着准备 西亚一想到 当自己这个过气的太子妃 出现在宴会上 能给皇太子和家圣女添堵 就十分兴奋 而这也是个 不可多得的打击对手的机会 不过具体该用什么办法呢 西亚召化阿沙 阿沙带来了 从父亲那里传来的消息 假圣女的家族 以一件丑闻 要挟了一个大商骨 给自己提供资金支持 他们家族 更是在假圣女上位前 就和神殿有了勾结 传说大神官和假圣女 是地下情人的关系 西亚有些怀疑 毕竟神职人员 是不许恋爱的 不过这件事 也给了西亚启发 瓦解敌人的防御 可以从内部入手 替我做件事情 去勾引卢尔泰拉小姐 在阿沙惊讶的目光中 西亚下达了新的名 用小奶狗 明目张胆地勾引新圣女 并在她的酒中下毒 还撞破了她和大神官 不可描述之事 复仇真的太过瘾 三天前 在新圣女派来刺杀 西亚卫谷的一众歹徒口中得知 皇太子和妮维亚 将会参加战士凯旋的研习 西亚便和侍女谋划宴会上 如何让妮维亚出丑 当晚 西亚挽着凯旋哥哥的手入场 强大的气场 绝对不会因为 已经失去了圣女身份 有半分低威 就在妮维亚傻呼呼的 和其他贵族小姐勘谈时 西亚神不知鬼不觉 将提前父亲送来的换药 放入她的酒杯之中 见妮维亚的脚步开始摇晃 西亚主动拉过她 在耳边挑衅 你的丑闻 都是我捏造并传播的 妮维亚本就是个火爆脾气 又在药水的加持下 忍不住口出狂言 等我当上太子妃 第一件事 就是要你跪倒在我脚下 是女文生过来护主 却被妮维亚扇了耳光 药力逐渐发挥 妮维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最后连西亚也打了 此刻化身成小绵羊的主播二人 让宴会上所有人的人 为之同情和爱恋 众人纷纷指责妮维亚的低素质 这样的泼妇 也够资格当太子妃吗 妮维亚吼道 别再演戏了 你这样做 不怕受到神的责罚吗 西亚回击 到底是我受到责罚 还是谎称是神说谎的你呢 妮维亚的脸上出现复杂的神情 让西亚更加确定 是神域有问题 妮维亚推丧倒地 西亚脚下不稳 却跌在温柔的怀抱 抬头一看见是太子殿下 妮维亚羞愧离场 皇太子却拉着西亚 把她按到墙上 我不是警告过你 不要再生事吗 她摸着她的脸 表情不是责怪而是担心 与其责怪我不如看好你的新圣女 皇太子没有在说什么 只一把拉过她的手 深深一吻 她到底要干什么 撇开皇太子之后 西亚独自一人去天台放风 阿莎在隐蔽处出现 给西亚带来了爆炸性的发现 喝醉后的妮维亚 竟然和大神官在亲密 你可以是我的吗 眼前的匕首沾满了血迹 这个男人第一次见面 就想绑绑他 舞会结束后 西亚告知哥哥 阿莎带来新圣女和大神官私通的消息 尼维亚不是什么绝世美人 也没什么过人的台能 是什么能让大神官甘愿犯禁忌 与他亲密 哥哥建议杀掉大神官 并伪造他自杀的假象 留下一书就写神域是假的 二人恋人关系 所以让他当圣女 无法承受所犯禁忌的罪恶感 所以选择了死亡 西亚则考虑 杀掉神职人员会受到神的处罚 而且神域是教皇和几个神官一起收到的 杀掉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所以先拜托哥哥继续查大神官 和哥哥分开 西亚独自一人回警店 别动 有个身份高贵的人要见 身后突然出现一人捂住了他的嘴 西亚没有害怕 他甩出随身携带的硫酸逼退来人 下一秒则将匕首刺穿了他的肩膀 住手 一白光吸走了他的匕首 一迎发男子从天而降 西亚不禁被他冰冷的气场压制的动弹不得 他手心闪出白光 瞬间治愈了绑架人的伤口 是我让他做的 我是神殿的主人 这就是连皇帝都无法轻易招惹的绝对权力者 教皇 西亚故作镇定 您找我什么事 你可以是我的吗 我已经不是圣女了 对您能有什么价值呢 教皇的眼神恐怖 却又带着自信和傲娇 你以为神域真的改变了吗 回到寝殿 侍女进来通报 皇太子召见他 殿下怎么没和您的新圣女在一起 你为什么总是提他 就不能问我好不好吗 即使我被夺走了 你也觉得无所谓吗 西亚无法恶之住心中的怒 从小到大我一直为你而活 而你却一夜之间把我抛弃了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了 现在 我已经不再需要你了 我不愿再让您卷入一段 自己不情愿的婚姻众了 眼前的阿莎 心疼得流泪 舞会后没过几天 众多王公贵族家的小姐 就再一次围绕她身边 不但送礼物 还不断恶鱼讨好 虽然西亚在舞会上演戏博取同情 也让尼维亚出了仇 可自己已不是圣女 如此这般奉承自己 绝对是有什么事情发生 她寻找到阿莎 得知有传闻说教皇 想让西亚成为下一代的圣女 但还没有证实 这就矛盾了 在帝国中 圣女有两层含义 一层是拥有强大的神圣力 和教皇平起平坐 担忧百姓的安危 还有一层意义就是 这个职位是给教皇的伴侣的 神殿中的人不能结婚 也不能爱上别人 但教皇可 这是教皇的特权和权威的体现 这么说来的话 教皇让他嫁给他 上次见面后 被他绑走未遂 接下来又半夜 偷偷的跑到他房间 哄他睡觉 看来教皇真的对他有什么企图 您打算怎么办 不要再把自己当成道具了 我会为您献出我的生命 哥哥想带西亚离开皇宫 回家过平静的生活 可西亚决定 暂时留在皇宫 神谕是否真的改变 是否有人阴谋以此为契机 打击自己家族 教皇对他如此 又有什么居心 他都要弄清楚 哥哥 过几天我可能会被绑架 皇太子不会有着我这样胡闹 请哥哥先安排人手 在骑士团 这天夜里 信哥带来了母亲的密信 要他寻找记载贵族 非法勾当的书 那种书中详细记载了 哪些贵族犯了受贿 或非法勾当的罪 以及如何制裁他们 甚至连皇族的罪 也会一一罗裂 母亲要这些做什么呢 他捏手捏脚的 钻进皇室图书馆 会不会藏在高处 他一视脚下不稳 却跌在一个温暖的怀抱 姐姐 是阿尔普拉多 四个男人缠着他不够 哥哥还抢着 给他介绍新男人 阿尔普拉多帮他找到了要的书 母亲的交代 也总算完成了 今早哥哥来告诉他 自己回公爵领地的计划有变 因为回家路上 属于神殿部分的领地 有了传染病 而皇城却并没有支援 西亚考虑 这可能是皇室的阴谋 皇帝想按照神谕 让尼维亚当太子妃 为帝国带来和平和安定 而西亚这么多年 被培养的政治才能 也不能轻易放掉 所以现在 对教皇想让自己 当圣女的传闻 很是在意 不管怎么样 今天见到教皇 要问个清楚 得知妹妹 今天要和教皇约定见面 她将身边的最信任的人 贴身保护西亚 这位帅哥 就是第四骑士团的副团长 西伦 为什么要安排他呢 因为我感觉 他会是你喜欢的类型 二人一行来到神殿 神殿看到有皇城人 前来便拦想 谁叫神殿和皇室 不合 西亚镇定的撩开了 自己的头发 神殿指手自动让开 这粉色的头发 就是是身份的证明 欢迎光临 这几天过得好吗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 没错 你即将成为 神殿的圣女的传闻 是我散播的 我就是想要你做我的伴侣 我能对你有什么用呢 而且 我并不是你来顺受的人 难道你甘愿 做皇室的提线摸我吗 最近西亚一直推测 神域改变是假的 是尼维亚和大神观的阴谋 但她也没有想 又成为教皇的伴侣 如果只是说这个的话 我想先走了 等等 教皇拿出了 前代教皇的遗书 只要你能成为皇太子妃 才能带来和平安宁的神域 这从一开始就是假的 什么 不是最近神域改变了 是从开始就是假的 那我到底为什么而活 我这么多年的努力 又算什么 冷静点 如果我说 你会成为皇太子妃是假的 那你会开心吗 真正的神域 是你会给帝国 带来和平和安宁 但不是非要成为太子妃 皇帝一直以来都借用神域 把你当作提现我 剩下 反正婚姻对于帝国大多数的贵族来说 只是一种交易 即使不是自己该走的路 也会因为那几分钱 而走不上那条路 你从小被带到宫中 被迫和家人分开 被禁锢在皇宫 学习政治 皇帝残忍的希望你突破自己的能力底线 这不是利用是什么了 剩下 你好像有什么误会 皇帝陛下从来没逼迫过 他看向窗外 看到那边树立的那组钟楼了吗 那是我要建造的 当时贵族们反对的声音很强烈 说我奢侈 但我只说了我想要 就让他们闭嘴了 因为我想 为了那些没有钟表的百姓 可以看到时间 而地标性建筑 也会增加观光业 收入 我确认 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弘理学习政治 帮皇室分忧 也是我自己选择的 而是我创造的意义 也是这个位置带给我的 不过 剩下如此为我着想 我现在真的想和剩下联手了 要报复那个复兴的男人 他心里默默念了 这个女人真的很强大 他没有埋怨别人 他的野心不是看重权力 而是权力带来的成就感 那我现在就得守住底线 试着诱惑你了 那么今天先到这吧 我的名字 你可以随便利用 西亚出了神殿 外面已经拒绝了一些探听八卦的人们 亲眼证实了 西亚确实和教皇有联系 贵族们便大欠殷勤 其他人还在祷告 你们吵吵闹闹的 像什么话 呵斥众人的来人 正是和妮威亚有暧昧关系的大神官 西亚神情自若 走出人群 代表众人道歉 却感受到看到自己的大神官 神色紧张了起来 您和皇太子殿下的关系怎么样了 走出神殿的西亚 被众人拉去喝下午茶 大家都在吐槽 大神官刚才训斥他们 在神殿外吵嚷 这时候 这个苍老的声音却讽刺 他已经不是皇太子妃了 还赖在皇宫部族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亲皇太 看来想借此 打探他现在 太好了 正好需要这样的人去散播信息 重新树立自己的地位 您认为 我还基于这皇太子妃的位置吗 与其那样 不如说 法师皇太子殿下 想留住我吧 妹妹 不需要和这些人多废话 是哥哥来接他了 兄妹二人换上奇装 哥哥要带他去一个地方 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 哥哥为什么会那么积极的上战场 因为比起人民爱戴的英雄 我更高兴得到了那块领地 别人觉得没用 但是我知道 那是一座隐藏的宝石矿山 兄妹二人来到制作刀具的地方 哥哥本想送他一把防身的匕首 可没想到 之前沟通好的匕首 却因为店家诸多问题而搁置 兄妹二人走出店铺 在门口遇到一个卖花的小女孩 那孩子怎么赶不去和贵族搭话 不怕被带走吗 身边的人都在一人纷纷 西娅看到女孩脏兮兮的 但是眼神非常清楚 她温柔地买了她的花 还询问了她家里的情况 看着女孩离去的背影 哥哥敏锐地已经觉察到 那孩子身上有传染病 最好还是不要靠得太低 可西娅却和哥哥建议 去贫民窟看看 四年前的传染病 黄太子当时决定烧掉村庄 虽然及时地遏制了瘟疫的蔓延 得到老百姓的赞扬 但实际上伤害了多少人的性能 所以这一次的瘟疫 西娅想找医生去亲自救治 兄妹二人决定 现在就贫民窟看看情况 找火了 快跑啊 一区浓烟弥漫 火苗熊熊 一个女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她已经爬不动 握住我的手 是西娅和哥哥来了 此刻 西娅和哥哥导演的好戏上场了 四年前的瘟疫 黄太子为了安抚人心 烧死涉意村庄的所有人 她解决了疫病的根源 得到了赞扬 但肮脏和卑微的平民 却没有人为之爱演 但这次西娅不忍心 再看着无辜的人惨死 她一边瞧装黄太子的人 放了少许火 另一边安排医生治疗难民 并转移大家到安全的地方 这样的故事传出去之后 人们自然而然的 会拿她和黄太子比较 一个残忍一个慈悲 大家都会赞扬她高尚的品格 对黄太子产生反感 这就是黄太子悔恨的代价之一 贵族大人 白天卖花的小女孩 呼唤着西娅 眼前女孩旁边 更加瘦弱的男孩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男孩不停地咳嗽 连指甲都已经变黑了 难道是身体会长出寄生酮 传染性很强大的波拉德里亚病 兄妹二人每天在一起 可妹妹却没有染上 这个严重的病 凡且每天还能翻越高山去采花 西娅灵敏地觉得 女孩的体质奇特 在西娅的询问下 女孩告诉她 二人是同母异父的兄妹 自己的父亲 是阿西奥拉王国的人 那是片极寒 而战争不断的土地 成年女子凌驾于男子之上 拥有着巨大身躯 和强大力量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和哥哥来我家 生活和治疗 二就是 可以在这等待医生的治疗 之后再新家生活 您没有嫌弃我哥哥脏 也买了我的花 如果能帮到您的话 我愿意去公爵驾 谢谢您 你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终于料理完了 摄益贫民窟的事情 兄妹终于可以松口气 可下人却突然来报 皇后殿下中毒昏倒了 什么 从小被带入皇城 培养成帝国政治傀儡的西娅 在失去圣女光环后 被皇太子无情抛弃 又被新圣女上门欺负 她不甘心 就这样默默退场 她要让皇太子 付出悔婚的代价 在调查新圣女的过程中 发现她和神殿的大神官 有不可描述的关系 而从天而降 对她额外关心的大脚黄 告诉她 神域并没有改变 皇城和神殿 一向不睦 真假圣女 眼花缭乱 看着她不消停的皇太子 终于对她下手了 和哥哥料理完 贫民窟疫情的西娅 听到皇后中毒的消息 并没有听照 立刻回到皇城 因为她下意识地觉得 这是为了进步她准备的谣言 她和哥哥开心地逛街 吃饭 直到凌晨才回到皇城 哥哥不明白 为什么明明知道是陷阱 还要装作布置进入虎穴 如果出了意外 该怎么办 西娅表示 皇帝陛下一直默不作声 而皇太子千方百计地阻止 她调查真相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必须按照对方的招数 才能把自己和家族的危险 降到最低 现在才来 静电的西娅 被阴森森的声音吓了一跳 是皇太子 你是找人跟踪我吗 你听好 从现在开始 你是试图杀害皇后的罪人 这等污蔑 只要到了审判处一调查 就会一清二楚 你以为你还有机会受什么 皇太子不顾她的喊叫 把她扔到一个阴暗的房间 这里 早已被布置成天衣无缝的犯罪现场 因为你事情变得扭曲了 现在百姓怨声在道 看到皇太子抱跳如雷的样子 她觉得很哄 你做好自己就行了 为什么每次都说是我的错 你现在和我道歉 并哀求留在我身边的话 我会考虑放的 让我在你面前放在最尊心 从本宫开始到现在 我有什么要和你道歉的 真是可笑 既然如此 西伦给我看好了 什么 西伦不是哥哥的人吗 皇太子不想让西娅离开 却无意中把她推向了教皇的怀抱 在皇太子以污蔑西娅毒杀皇后 将她拘禁之后 西娅不甘心就这样被诬陷 她赤裸裸的威胁西伦 你家人的性命在我哥哥手里 想要他们活命 帮我把这两封信送出去 一封信给哥哥 一封信则给了教皇 我们的约定还有效吗 教皇看到信 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准备马车 我马上去皇城 这边哥哥也收到了西娅的信 他不明白 您知道是陷阱 西娅为什么非得继续留在皇城 身边的老板家解释道 也许是报仇 梦想 百姓们的评价 或者是爱情 爱情 可能连小姐自己都不知道 18年的感情 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 正在这时 侍从报告 公爵和夫人 往首都这边来了 西娅毒杀皇后 被拘谨的消息已传得满城皆知 听闻公爵和夫人离开了领域 正往首都来 皇帝也终于有些坐不住了 皇后曾是西娅的老师 二人关系一直不错 而皇后的家族和西娅的家族 也是支撑帝国的两个重要事 如果现在这件事处理不好 很容易引起国家的动荡 陛下您打算怎么办 如果神域改变了的话 我是想让他和阿尔普拉多成婚 可皇太子目前看来 还是留恋西娅 皇后虽说娘家硬人 但命已尽 都能怎样呢 如果皇后死了 就可以把西娅拘定在皇城 也就能把公爵踩在脚下 无论如何 我的皇位 不能受任何人动 陛下 皇太子求见 父亲 请您立刻放了西娅 让她回到皇城的公爵 府邸休息吧 刚刚 她服毒自杀了 原来西娅借口支开 看守的侍红 自己则将不知什么要 撒在了自己的饭坛之中服下 你要明白自己的位置 既然她已经不再是圣女 也不再是皇太子费的身 可你成婚的将不是她 她现在只是一颗气子 为什么还要对她连理同情 你这样的心性 还如何能成为一国之君 给我退下 已经三天了 如果今天她还不醒 我就让你陪葬 皇太子赤则着眼前的医师 握着西娅的手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宁可死也不愿意待在我身边 呼 西娅呼的吐了一口鲜血 然后继续昏睡过去 梦中 皇太子吻了她 等她再次清醒过来 身旁以空无意 自自知 床边飞来的信哥 是哥哥送来 帮助清除体内余毒的药 信中还告诉她 皇帝已经公布 她不是毒害皇后的犯人了 传言皇太子 其实不想让她出去 所以把她关起来了 你在那里干什么 身后传来皇太子的声音 我明天要离开皇城 西娅说道 我用足毒来表 是我的清白了 皇帝陛下 也公开我不是罪人 所以我没有留下的理由 如果你再把我诬陷成犯人 拘禁我的话 那你就是真的希望我死 我要是不允许吗 皇太子还是那么强硬 西娅这一刻 控制不了自己压抑已久的情绪 你说订婚就订婚 你说订婚就订婚 我还要服从你到什么时候 她摇着她的肩膀 什么 服从我 那么我渴望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可以拒绝我的订婚请求 流着眼泪也可以回头了 但是你没有 我的希望就是 无论什么情况 你都会坚定的选择我 丢掉自尊心 是那么难的事情 是你抛弃的我 殿下你为什么不放下自尊心 先问我是否想做你的太子妃呢 我从小被培训成政治目 虽然很累还想念家人 但仍然留在皇城 是因为我爱着你 真的吗 你留在皇城到今天 是因为爱我 从太子妃的位置上下来 我留了这么久 是不想放弃我们十多年的感情 可现在 我已经厌倦了 我不再爱你了 谢谢你这段时间 让我整理了对你的感情 西娅 站住 你说爱我 为什么还要走 皇太子跑向西娅 试图拉住她 西娅却抽出了鼻水 两人撕舍中 笔手割断了西娅的粉丝 第一次见男生扯女生头发 女生拿出刀把头发披了 割发断情 是天意吗 皇太子手握半截长发 愣在原地 西娅回到自己房间 眼泪还是不争气的流下来 正好 彻底尖等头发吧 突然门外传来动静 她紧觉的一下子打开门 银白的头发照亮了她 收到了你的信 用行动表示诚意就过来了 不喜欢吗 大叫黄来了 我不是圣女 也不是太子妃 我没什么可以给你了 西娅低落道 让你白跑了一趟对不起 你走吧 我不走 神说 无论是师托的灵爱还是谁 都要无微不至的付出爱 所以 你在为什么而悲伤呢 路是越走越宽的 别再对着鼻墙 都大喊大喊的水声 相信自己 走下去 路会成为自己的路 教皇摸着西娅脸 安慰道 这段时间辛苦了 睡一会吧 这不是结束 而是新的开始 当低缕阳光 散到床上的时候 西娅睡醒了 咦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已成了短发 睡得好吗 短头发 也很适合你呢 教皇走进来 我给你剪头发 也不是什么男生 怎么 你帮我剪呢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教皇摸了摸他的额头 因为你昨晚不让我走了 骗人 我是神的代理人 不会撒谎 今天比起昨天感觉怎么样 还是是沉浸在悲伤的女人吗 和你老实说吧 你为了当上太子妃 努力学习的知识 是我看中的 我的神胜利 只有在相信神的时候才有效 那会持续到什么时候说不定 有一天会被权力抬起 所以 我真的需要你 我不希望你成为神殿的工具 只是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 需要和我一样的 这样的话 你愿意成为我的圣灵吗 西娅被教皇的话语触动了 是的 本以为自己已经没有任何价值 不知道未来的路该走 好吧 我答应你 但有个条件 我今天要去趟工具在黄城的湖 教皇笑道 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一起去 你现在要是离开的话 我就杀了你 西娅和教皇正要离开黄城 被皇太子赤裸裸的威胁 哼 眼看教皇要出手 西娅忙按住他 对皇太子正色道 让开 谁也不能阻挡我的路 二人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 无视皇太子 走到皇太子身边的时候 教皇低声笑道 现在皇帝的木偶就只剩你一个了呀 二人走出庭院 乘坐的马车已燃起了大火 紧接着被炸成灰烬 西娅冒出冷汗 皇太子这个风魂 不用担心 教皇安慰到 意料之中不是吗 跟我来 教皇剩下和前太子妃 坐在这样破烂的马车 还是真没想到 从忙间准备呢 将就一下吧 西娅的表情终于轻松了下来 窗外的阳光豪满 我好奇你家人都是冲动和唐吐的性格吗 我母亲是个虎豹脾气 我父亲总体来说很安静 但如果涉及到嘉陵的事就很难 我觉得他们是多情又温暖的家人 皇帝陛下找您 看着西娅的断发 还在发呆的皇太子被传到上殿 一个人都看不住你还能干什么 我听说西娅和神殿的人一起走的 是的 废物 那你维亚小姐回来了吗 不是在神殿傻什么花招了吗 皇太子默然 我不知道 啊 皇帝扶着额头 费森泰尔巴公爵夫妇已经开始行动了 贵族们也会跟着他们的步调 我那么信任你 你去什么事情都办得乱七八糟 我现在就去把妮娅小姐带回来 顺便打听下神殿为什么要带走西娅 如果这次你再失败 就不要当皇太子了 另一边 月黑风高的宫门口 一个高大的男人被一个女人打得吐血在地 相隔多年的外出 欢迎的人应该多点才对 皇后擦着被见到鲜血的脸 别耽搁了 快出发吧 她和一个男人踏上了马车 确定这个约定不关于爱情哦 我现在不相信爱情了 只相信彼此的利益 叫皇巍巍一笑不发一言 拉过西娅的手 放了一只闪亮的匕首在她手心 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确实是很难相信 那么中午庭院前见 刷 一个银色身影在阿尔普拉多的身前飘过 这个时间 这个男人从姐姐的房间走出来 西娅收拾好行李 又来到书房检查那本之前和公爵家传递信息的书 里面掉下来一张纸条 我没有病 这是 皇后的字迹 对了 之前皇后知道 她偏爱这本历史书 如果皇后没有病的话 那 西娅正陷入沉思 被阿尔普拉多一声姐姐 打断 进来吧 姐姐 你的头发 嗯 挺适合你的 她红着脸 听说你中毒了 我很是担心 在你被监禁的时候 我也想帮忙 但我的力量终究还是太弱了 阿尔普拉多 你已经不是那个 为了逃离皇城的孤独感 在我房间藏起来的孩子了 西娅摸着她的脸 你足够配得你现在的位置 她泪一光闪烁 姐姐 你真的要走吗 你知道 皇城只能给皇族居住 而且现在也是我找回 名誉的最好时机 那是什么意思 宫女大人 马车准备好了 教皇的人来接她了 我走了 阿尔普拉多 照顾好自己 尝写信给我 走在离开的路上 很庆幸 今天天气不错 神也会为我们的同行 感到快乐 教皇和西娅并肩走的 那么 如果下雨的话 那神就是愤怒我们的约定 而流眼泪了 西娅戏谑道 不 是高兴的眼泪啊 你对所有的事 都是这样解释的吗 哈哈 我偏向于往好的地方解释 卸下包袱比想象中轻松 西娅和教皇说说笑笑 分为美极了 可前方皇太子的黑脸 出现在二人面前 我不会让你走的 我们学的是同一本书 如果得不到 我就毁了他 在爱的世界里 每对恋人 都有属于他们的特别称呼 冷酷呆萌的大教皇 为了拥有他 一步步的进行他的计划 浪漫的逃亡终于落幕 他们回到西娅家族所在的京城府里 西娅还没来得及在床上喘口气 却又被大教皇的敲门声打扰 即将在民众心中成为伴侣的我们 他淡淡的开口 再叫你宫女似乎不妥 那叫我名字吧 西娅一个平淡的名字 从他口中说出 近似魔咒 唤醒了西娅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睡醒的清晨 他想起要为教皇准备换洗的衣服 那就先安排哥哥的衣服给他吧 早上好 他轻轻的整理着自己的领袋 别说 哥哥的衣服还蛮适合他的嘛 二人吃着早饭 了解着彼此饮食的喜好 不料哥哥突然归来 西娅 你终于逃出来了 哥哥的目光 再停留在那银色发丝的男人身上 穿着衣服 空气突然凝固 银色的头发 难道就是 西娅把哥哥拉到一边 他和教皇达成协议 要以教皇伴侣的身份 继续做圣母 别告诉我 你还期待爱情 哥哥的声音里有不信用 也有警告 不会 我们只是相互利用 安抚了哥哥 西娅在书房遇到教皇 你在干什么 这里有趣的书很多 和公爵聊得还好吗 放心 哥哥相信我 只是 我还想再问你一次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胜利 教皇默然 真的不是 好吧 那作为教皇的伴侣 要做些什么呢 教皇笑着摸着他的脸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待在我身边 这个男人 就算是银色的冰冷 也掩盖不了 她身上散发的力 西娅的心中泛起了涟漪 她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慢慢的 陷入了她的魅力之中 有人在谈恋爱 而这边有人 在被男人骂 宁维雅被皇太子的人 带回皇宫 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训斥 谁叫你随意离开皇宫啊 你知道 因为你我被父皇 责备的多厉害吗 唉 这新圣女 也真够悲惨 有个能干的妹妹 将要威胁到 哥哥的继承人地位 在一间婚案的书房中 眼前一张空白的纸 被火光照亮 但这次并没有显现任何自己 就在此时 哥哥的呼唤 转移了西娅的注意力 你真是一分钟都不让我省心 西娅自信地回应 她擅长处理政治文件 建议以后家里的文件 都可以交给她处理 哥哥半开玩笑地说 如果继续这样 自己的位置会很危险 西娅打去公爵的继承人 竟然连未婚妻都没有 建议她找个结婚对象 否则别人会误会她喜欢男性 哥哥实际上是个母胎单身 这可是公爵家最大的秘密 哥哥半认真地警告她 如果这个秘密泄露 自己会首先怀疑她 哥哥表露她 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只有妹妹和母亲 听了这话 西娅感到高兴 但随即好奇地问哥哥起身要去哪里 她回答说 要去情报市场 百无聊赖的西娅 继续闲逛家里的各个角落 建教皇的房间有盛光溢出 教皇跪在地上 虔诚地坐着祈祷 哦对不起 门开着锁眼 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教皇对她还是一样的温柔 天气越来越凉了 西娅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教皇忽然感觉到一股不祥的气息 她让西娅近乌暖和 自己则等待危险的降临 一个黑衣人影如幽灵般从暗处突然出现 锋利的刀片抵在教皇的脖壳 如果杀了神职人员 将会受到神的惩罚 你不怕吗 黑衣人表示 只想逼迫她交出西娅 白日做梦 她转身以惊人的敏捷性和决断 掐住了黑衣人的脖子 刷刷 更多黑衣人从天而降围住了她 可下一秒 西娅带领士兵及时赶到 将其他伏击中一往大进 这点伎俩还能瞒过我 二人平息了来袭者 刚松了口气 就见侍女急匆匆的跑进来 少爷受了重伤 失去意识 在毁魂和污蔑的背叛后 西娅和教皇私奔 触怒了皇室 甚至连家人 哥哥一起高一股低 伤痕累累 生命垂危 西娅现在除了等待医生的到来 无计可施 现在 你该需要我的帮忙了吧 教皇来到哥哥床边 手上燃起剧烈的光芒 围绕在满是伤口的脊背 只一会 哥哥的伤口竟然奇迹般的愈合 这就是神圣力的强大吗 我们成了伴侣 就是一家人 这边程度对我来说不算难 教皇微笑道 谢谢你 没关系 看到你的笑容 我就安心了 当时从报告医师抵达时 哥哥已经无大碍 西娅吩咐医师去治疗其他手上的急事 然而 因为其实哥哥伤口中毒太深 面临节肢的厄运 可以再麻烦你一次吗 好 我很当心 你向我求助 教皇再次施展神力 他的金色圣光 不仅治愈了骑士 也令所有人对着神秘力量 惊叹不已 此时 侍女来禀报哥哥苏醒了 教皇承诺 继续照料余下的伤员 让西娅安心前往哥哥身边 教皇的柔情与力量 让西娅深感安慰 虽然还是感觉到一点疼痛 但是还是好生气 苏醒的哥哥 看起来精神不错 西娅表示 比起战场的残酷 这样的刺杀 更让人心惊 哥哥的身上 只有背部有伤口 他直觉认为 能策划这样的暗杀 只有皇太子有此能力 哥哥回忆 杀手们全部都穿着黑袍 最后抵挡不过 就全自杀了 他来皇室 对西娅这个前太子妃 和现在的教皇联手 极其不满 哥哥摸着西娅的头 不用怕 我相信你的选择 现在看来 皇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 也怪不得他心很熟 在这一天的刺杀 和哥哥生死未卜的经历后 西娅疲惫不堪 深感不疑 正当他陷入自责时 一个人按住了他的肩膀 喜欢上一个人 就是想了解对方的一切 被人捏住肩膀的西娅 吓了一跳 转身后 愤怒变为惊讶 原来是教皇 你这个表情 要是手里再有一把短剑 那么可能 我就丧命了 西娅称他 为什么翘无声息 教皇表示 西娅过于出神 叫了他没反应 你的小脑袋 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我自己的无能 人都是无力的 顺其自然的见招拆招就好了 这样看来 我对剩下 年龄 外貌 成长经历 性格一无所知 只有你安慰我 我从未关怀过你 你开始好奇了吗 你叫我名字的话 我就以后慢慢都告诉你 阿斯利埃尔 西娅缓缓叫出他的名字 我父母去世了 我晕倒在神殿附近 被前任教皇捡到 抚养我长大 我也不知道我几岁 不过应该和你哥哥 皇太子 差不多大吧 想成为教皇的理由是 是啊 为什么呢 夜深啊 该回房了 讨厌 干嘛突然转化话题啊 你先去睡吧 回到屋里的西娅 静止拿起一本书 教皇取下桃子给西娅 如果睡不着盖上它 会很好入睡 要不然 我哄你睡 算了 你快出去了 这边刺探情报的侍卫 报告给皇太子 教皇没有在神殿 最后出现的时候 是乘着马车往皇城装下来 负责暗杀侍卫 则报告行动失败 宫女身边有看起来 是神职人员敢引发男 难道 皇太子一惊 那天和西娅走的人 就是教皇 竟然那么年轻 次日 哥哥 递给他昨天 冒死得到的情报 建国祭典贵族出席名单 斯尔维亚 伊登 这个名字领起了他的注意 过去社交界的花朵 极美丽 品格和高贵于一身的 伊登公爵家的独女 团言他被毁婚后 苦苦哀求无果 伤心欲绝 至今未陷于人前 哥哥 我要这位小姐的全部信谢 另外 通过此次建国祭典 我要让大家都看到 咱们公爵家的彩礼 为了让素商 牵自己一个人情 禁锢杀手杀自己 哥哥这天的精神好了很多 三人吃完早餐 来到庭院散步 教皇突然叫出西娅 给你看点好玩的 她的手指 轻轻触及一朵 尚未盛开的花蕾 瞬间那花 便华丽地绽放开来 西娅不禁发出了感叹 神圣地真是了不起 教皇微笑着摘下那朵花 这朵花送给你 别担心 经过我的手的花 不会那么快凋显 这番情话 让西娅的脸顿时让得通红 就连一旁的哥哥 也忍不住笑嘻嘻地凑过来 观赏这美丽的花朵 天气甚好 不如咱们一起去游团吧 好啊 教皇附和道 这俩人的关系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亲密了 三人来到湖边 少女们得知 哥哥这个万人迷在此 便纷纷聚集过来 然而 旁观者开始窃窃私欲 议论着费森泰尔阿公爵 与神官的不寻常组合 西娅不知不觉 笑着挽住了教皇 对哥哥调皮地说 从这些人中 给我挑个嫂子吧 我们先去玩了 别丢下我了 哥哥尴尬道 毕波荡漾的湖面上 教皇问西娅 最近一次游船是什么时候 西娅忽然想起了 和皇太子共度的时光 但他忍住了那些苦涩的回忆 只是低下了头 我记不太亲了 但应该是在三岁之前 自从三岁进了皇城 就再也没有过来 教皇突然调皮地 将水花溅到西娅的脸上 呵呵地笑着 他温柔地说 这一刻 我要你记住 这就是美好的回忆 不要忘记 到了岸边 西娅一个不留神 差点掉进水里 教皇及时揽住了他 天哪 他的胸膛好温暖 这暧昧的气氛 二人还没来得及回味 突然间喊杀声震天 一群杀手出现了 远处 一些平民也在北方中呼救 在皇城的骑士们 及时赶高 与教皇和哥哥并肩作战 急吹着杀手 可谁都不知道 这群杀手 竟然是西娅自己安排的 公爵 谢谢您救了我的女儿 西娅成功策划了一次暗杀行动 赢得了帝国富商的支持 巩固了自己家族的势力 颇有权谋的西娅 有点在意 教皇会怎么想自 所以 他选择了隐瞒 只将其告知自己的哥哥 寂静的深夜 西娅坚持要求哥哥 陪他练习剑术 西娅明白 在危险的世界里 他不能总依赖哥哥和阿莎的保护 必须学会自立 练习中 哥哥虽然肩膀还有轻伤 但还是轻松地击落了西娅 哥哥表示 现在的阿尔普拉多可以打败自己 曾经的孩子 如今经过战场的磨练 已经成长为一个战士 并有了一个新的绰号 写的恶魔 西娅的思绪 不由自主地飘向他 这孩子最近还好吗 在宫廷的阴暗角落 皇太子的眼神中 正闪烁着对阿尔普拉多的深深敌意 他愤怒地质问 他为何未经允许 便擅自闯入 阿尔普拉多平静地回应 是父王派他来学习 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皇太子 皇太子站起身来 冷漠地扫视着阿尔普拉多 他的语气中 充满了轻蔑与凉性 他质疑阿尔普拉多的忧心 是否仅凭一句父王的话 就想取代他的位置 在这一刻 皇太子似乎将周围的一切 都视为污秽 命令侍从清扫殿堂 阿尔普拉多 此事无法再压抑内心愤怒 他表明 即使他对皇太子之位有所觊觎 皇太子又能如何 他强调 自己已经不再受制于 家族中的其他成员 自从西娅走后 就已经没有了任何故事 皇太子侵略地称呼 阿尔普拉多为数字 并威胁说 一旦自己登基 将会是阿尔普拉多的死期 然而 阿尔普拉多毫不畏惧 他坚定地表示自己 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容易被欺负 因出身低微而自卑的孩子了 自己在实力上 不会输给皇太子 正当两人的紧张气氛 达到顶点时 一个侍从把断了他们 殿下 尼维亚圣女不见了 皇太子冲入尼维亚的寝殿 眼前的一幕 让他愤怒难当 阿沙正俯身 亲吻尼维亚的玉子 皇太子的声音 夹杂着愤怒 想着整个房间 脖子里老是栽着 难道那么难吗 还敢在这样的 贱民进皇宫 你究竟是疯了 还是胆大包天 尼维亚脸上的神情 是复杂又无奈的 只从嘴里吐出了三个字 对不起 在这座冷漠的皇宫中 他显得格外孤独 阿沙轻声说 他是唯一看见 尼维亚内心美丽的人 但还没说完 就被皇太子打断了 来人 把这个无理之徒 赶出皇宫 皇太子的声音 如雷霆般响起 尼维亚的身体 软弱地倒在地上 他的唯一未解 也被夺走了 与此同时 西亚正与叫皇下棋 侍女带来了 关于阿沙的最新消息 原来 这段时间 阿沙一直在诱惑尼维亚 并成功赢得了她的心 西亚冷静地吩咐侍女 让阿沙先待命 并将在尼维亚那里 探听到的消息上报 丘雨缠绵 刑场上马尔亚子爵 因杀害贵族小姐 而被处以侥刑 西亚和她的哥哥 在人群中静静地观看 正是他们揭发了马尔亚 但这不仅仅是因为 与家族水稻扩张工程上的冲突 还有另外的原因 没有得到我的同意 就处决马尔亚 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皇太子在另一边怒吼 殊不知 这是皇帝决定 他感到自己的权力 正一点点地被剥夺 与此同时 宫廷内外流言蜚语四起 有人说 马尔亚子爵 原本是皇帝的人 此次被处刑 意味着他 失去了皇帝的避免 还有人说 自从二皇子 从战场归来后 便有种种毅力 继承人的位置 是否将有变 我亲眼看到 费森泰尔公爵家的人 和神官在一起走动 难道费森泰尔公爵 已经站到了神殿一方 听说费森泰尔公爵家的矿山 即将输出宝石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他们家 将成为帝国 名副其实的首富 这一切 都是西娅为了 报复混云的代价 而进行的一系列操作 教皇微笑着说 原本我以为 是我在利用你 现在看来 反倒是我被你利用了 皇太子竟然下令 焚烧神圣的神殿 他的冲动军斗 让西娅和教皇 不得不暂时分开 剩下明天 就要回神殿了吧 此刻 西娅和教皇 正在共享早餐 如果下午没事 和我下棋吧 教皇轻笑着阴郁 你还真执着 连续玩了五天 都不腻了 二百五十五胜 二百五十六百 我还没赢呢 不许故意输给我 我要堂堂正正的 绝胜负 这个女人 胜负欲还真强 鸡蛋很好吃 给你来一个 不过 我对鸡蛋 挑食是对身体不好的哦 快吃到 这样吗 哈哈 好吧 一边的哥哥 偷偷地看着他俩 相处得蛮好的嘛 深夜 西娅独自一人 听着夜风的细语 却突然闻到了一股 刺鼻的鲜血味 她惊恐地掀开窗帘 发现教皇站在窗外 啊 抱歉 是我走错污泽吗 吓到你了吧 剩下你受伤了吗 我听说 神官是不会杀生的 所以 谢谢你为我担心 是别人的血 沾染在我的袍子上了 神殿着火了 有点小混乱 听说我明天回去 有人趁着今晚的时间 故意放火 没受伤就好 西娅的忧虑 随着教皇的安慰而消散 那么我们见国蝶再见了 在那之前都不见了吗 嗯 这 西娅欲言又止 好了 要做的事情很多 我先走了 教皇哗啦一声 消失在月色中 第二天 当教皇离开时 西娅并没有出面送别 她拒绝了哥哥提议 和教皇共定访判的建议 显得有些忙碌与烦恶 听哥哥说 西娅不出来了 教皇留下了一个微笑 却也意识到了 西娅的不同寻常 就在这时 侍女送来了 西娅亲手为教皇准备的礼物 一件袍子 好 那下次见了 西娅在楼上默默地注视着 教皇的车马缓缓离去 她的心中五味杂陈 是不舍 还是 这时 侍女报告 有关伊登公爵家独女的最新消息 打听到了 女孩的父亲 与她曾经的订婚者联手 雇佣了暗杀者 企图除掉她 只是为了保全家族的名声 西娅得到消息后 告诉哥哥 自己要去救她 斯尔维亚 印象中那个清秀 而神秘那脸的女孩 似乎能轻易洞察人心 然而 在被毁婚后 伤心欲绝 选择了身居俭出的生活方式 直到最近 才开始重新踏出家门 你是同情她吗 哥哥问道 西娅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也许自己可以恢复她之前的名声 而且 两人在联手的话 更能巩固自己的位置 与此同时 西娅救助平民的一些善行 引起了社会上一些贵族小姐的讨论 西娅宫女真了不起 相反的 我们领地的小姐在干什么 她们嗤之以鼻的 正是斯尔维亚 认为 她不过是一个被订婚者抛弃的女子 殊不知 斯尔维亚听见了她们的议论 你们在嚼什么蛇根 西娅突然出现合作二人 贴到了角落里的斯尔维亚 终于找到她了 她没时间和那两个女人纠缠 只轻轻地在他们耳边说了一句话 就去追斯尔维亚 那两个长蛇腹 差点晕倒 她 她就是西娅宫女 当西娅追上斯尔维亚 她正在被四个流氓围堵 女孩 吓得惊慌失措 小妞 反正要死了 不如让我们玩玩 好 那就一起死吧 女孩猛地把胸前的胸针拔起 正在这时 西娅呼唤的女侍卫 及时出现 和大虎搏斗气 快起来吧 一赏凉 西娅温柔地伸出了手 女孩轻声询问西娅是谁 还没来得及回答 杀手就又扑了上来 最后被侍女凶 谢谢你救了我 日后一定报答 回去 我就告诉父亲 不要回家 西娅拉住她的胳膊 你知道暗杀者是谁指使的吗 你以为是那个父亲汉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人 这性的笔记应该很熟悉 女孩不敢相信 是父亲 是父亲要杀死自己 为什么 她跌坐在地上痛苦不已 谢谢你告诉我 你有能去的地方吗 还没有 那么和我在一起怎么样 早晨 斯尔维亚在西娅家 松懒的床上醒来 她对西娅充满了感激 但同时也感到迷茫和无助 对于斯尔维亚来说 这一切就像是梦一样 但她知道 面对未来 她必须做出选择 就在这时 一位八块附近的男子 意外出现在她面前 两人同时尖叫了起来 现在是揭露真相的时候了 把这封信送到西娅公寓那里 好的叫黄大人 会议是所有人都在等着您啊 去对付那些死心眼的老头子吧 哥哥静得飞跑到西娅跟前 是的 我把斯尔维亚带回来了 她将暂时与我们同住 早餐 哥哥尴尬地询问 斯尔维亚饭菜是否何口 毕竟她还不知道 如何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相处 女孩害羞地看着兄妹俩 表明自己会报恩 西娅鼓励她多吃些 三人在愉快的氛围中 共享早餐 斯尔维亚觉得 久违的食物格外美味 午后 西娅邀请斯尔维亚进厨房 共同制作面包 送给贫困村民 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帮助人 不是非常有意义吗 斯尔维亚担心自己做不好 但在最后西娅的鼓励下 做得非常开心 他们将面包分发给村民 看着感谢他们的孩子 露出纯真的笑容 斯尔维亚感到钱所欲也不满 接着西娅带她购物 为她挑选了许多衣服 并告诉她 其实她很美 充实的一天 在马车上看着落日的余晖 西娅轻声询问斯尔维亚的心情 没有精神的时候 让身体先动起来 是个好办法 她明白斯尔维亚被鬼魂的痛快 女孩质疑西娅 为什么这么帮自己 是否想利用自己 西娅坦诚她希望 与她联署报复皇室 同时也希望看到斯尔维亚 重获光芒 女孩说自己不像西娅什么都懂 甚至怎么活下去还不知道 西娅告诉她 生命中不仅有爱情 和那些不值得留恋的男人 如果你什么都不会 那就去学 为自己创造生存的理由 斯尔维亚眼中 终于闪烁出希望的光芒 嗯 那就从让自己长胖开始 宫女 教皇大人来信了 我想你了 你呢 自从上次你没有来送我 我就知道 你还觉得我不够坦诚 现在我向你道歉 希望还不晚 西娅的心暖暖的 她问是女长 我之前说 要把客人和我下棋的棋盘扔掉 你没扔吧 这边 教皇一宣布 要公开先教皇的遗书 立刻遭到了长老们的强烈反对 小男孩 自卑自己头发的颜色 和别人的不一样 那是被选择的意思 剩下还没和西娅宫女结婚 西娅宫女也不知道真相 皇帝连平民街的人都杀 现在公开遗书 后果不堪设想 教皇表示 篡改挪用神域的是皇室 皇室之前一直压迫神殿 所以该是时候赌上一届 逃离皇室控制的时候 西娅和自己 都是真心希望帝国和平的 是从闯间 老 剩下 遗书不见了 这个 前教皇的遗书 正对皇太子攥着 看着火烧神殿的意外收获 他大惊失色 听着眼睛的尼维雅吼道 这遗书从未提报过你的名字 到底怎么回事 那时候我正在照顾生病的弟弟 一群人闯入我家 把我带到教皇面前 尼维雅流着泪缓缓开口 他们称弟弟的怪病 只有靠神力才能治好 但要我必须帮他们做一件事 皇太子怒不可遏 原来自己被神殿的计谋耍了 他把杯子捏得粉 口上鲜血不止 皇太子让他解释 为什么拥有粉色头发 尼维雅说 奶奶从很远的外族来的 自己的头发 可能遗传了外族的血统 外族血统 怎么能冒充神与圣女 皇太子捏着他的粉色头发 我此刻只想立刻杀了你 先杀了你弟弟 尼维雅跪地求饶 不要 殿下 我什么都听你的 请放过我弟弟 皇太子在怒火与同情间摇摆 最终命令尼维雅回家 并随时待命 这时 是从慌张的闯入 殿下快过去瞧瞧吧 皇后娘娘 好像过不去今晚了 深夜 西亚准备救济 却被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吵醒 此次 他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先教皇的遗书失踪了 西亚质疑尼维雅是新圣女的神域早就公开 为什么还有人会偷遗书 教皇表示 最近他和西亚家族走近 被众人看到的不少 有人质疑 神域也并不稀奇 我要告诉你 遗书的内容 故事要从我们小时候 曾经见过的那次开始说起 啊 我们曾经见过 宫女 不好了 二人的谈话被侍女打断 皇后驾崩了 您没和西亚一起去葬礼吗 斯尔维雅散步 保育了正在闭目养生的西亚哥哥 家里不能没人 所以只有西亚去 他拍了拍旁边的位置 邀请他一起聊聊 哥哥询问斯尔维雅和西亚相处的如何 在这里住的是否习惯 斯尔维雅表示 自己渡得很好 他觉得西亚就像水一样 水不能被割断 自己羡慕西亚坚韧且独立 是吗 在别人的眼中 看起来或许是这样 可在我的眼中 只看到她的柔弱 哥哥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缓缓开口 他总是隐藏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哪怕哭出来也好 这边的西亚的心正背积的粉碎 他无法相信 教皇骗了 面对西亚的质问 教皇的眼神闪躲 不发一眼 西亚转身跑拍 皇太子则对着教皇讨笑 你怎么不分辨 你这个伪君子 装作为了帝国 为了西亚 还不是利用了别人的善意 你的心真肮脏 这就是你的本性 他与其坚定的向教皇表明立场 现在西亚可能有点混乱 但我一定会赢得这一切 因为从一开始 就没有你的位置 教皇的面色明重 试图反驳 但皇太子不让步 西亚从小就是已成为皇太子妃而努力 他怎能抛弃一切去你吧 未来我将是帝国的皇帝 而他将是皇后 你只不过是即将倾倒的神殿中的最后一任教皇 教皇公然拿百姓开玩笑 神殿的公信力也会岌岌可危 我等着神殿崩塌的那一天 再见 皇太子拂袖而去 缓过程的教皇追上了西亚 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哀求 对不起 让我解释 西亚的回答冷烈坚决 不用了 你我本来就是契约关系不是吗 西亚的握着拳头暗自发抖 互利互惠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 信任 真心更不曾有过 所以也没必要道歉不是吗 哥哥 我不配当公学家的女儿 西亚因为在哥哥的怀里 眼泪模糊了她的双眸 我曾经发誓再也不动心 但现在我感到如此心痛 刚刚教皇一直挽留她 想给她解释 他们之间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合 可是她觉得 教皇在许多机会 都没有坦诚相待 她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 或许 不知道真相反而更好 教皇问她 是否要回到皇太子身边 西亚说 要是没有你的阴谋 我早就是太子妃了 教皇的眼神震惊万分 而西亚却决然离去 深夜里 教皇开始回忆起 和西亚小时候的相遇 那个生下来 就拥有神圣力量的银发小男孩 被抛弃在神殿门口 从此被教皇收养 然而 神殿中还有许多类似命运的孩子 他们嫉妒艾斯利埃尔格外的神圣力量 和教皇对她的格外宠爱 经常欺负她 一天 教皇带着一群人来到皇宫 艾斯利埃尔也在其中 他们被吩咐在公园等待 其他孩子 是趁机将她带到树下殴打 正在此时 一个女孩子 喝住了那群诗暴人 艾斯利埃尔被她深深吸引 她知道 只有一个人有绯色头发 那就是圣女 其实 在圣女一岁时 她曾有幸见读她 而如今 她已经改变了很多 小西亚去赶了那些欺负艾斯利埃尔的孩子 并询问她 为何总是用斗篷 遮住自己的头 艾斯利埃尔说 是因为她的淫发 西亚温柔地告诉她 头发的颜色是天素之小 鼓励她不要自卑 她拉起她的手 笑容灿烂 邀请她一起喝下午茶 小男孩一时间呆住了 如果她不是皇宫的圣母 那我成为教皇 就能娶到她吗 她试探地问道 西亚是否有抛弃责任的想法 毕竟她是小小年纪 她自己就离开家人 在皇宫中学习各种事物 只为成为太子妃而活 西亚表示 当然有过辛苦和害怕的时候 但她不是那种缺乏责任感的人 艾斯利埃尔问 如果有其他途径 不成为皇太子妃 而只是作为帝国的圣女活着呢 我现在觉得挺好的 西亚的脸上泛起一丝红韵 西亚 我听说你在这里 所以特意过来看她 殿下 西亚欢快地跑向她 看着这样的西亚 艾斯利埃尔明白了 是为了这个男人 皇太太 为了能触摸到你 我一定要走向权力的巅峰 这是艾斯利埃尔 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对生命赋予的意义 吃着晚饭的艾斯利埃尔 脑子里全是西亚 皇太子的出现 让她没再看自己一眼就离开了 她什么时候 也会对我那样笑 喂 你小子怎么了 旁边的孩子 好奇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表情 艾斯利埃尔 抓着自己的头发 告诉自己 不要再想了 就在这时 侍从报告 皇帝陛下 让教皇带着今天入宫的孩子 立刻去见她 教皇隐隐感到不安 皇帝陛下的权威无法动摇 还是快点过去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见到教皇一行的皇帝 急言立色地开始训斥 让太子妃抛弃责任的那个家伙是谁 他立刻心事不罪 斥责教皇 是不是有意要夺走圣物 教皇表示自己并不知道 有这种事情发生 队伍中 艾斯利埃尔紧张地开始流汗 自己竟然惹出了这么大的笼子 要站出来吗 见没有人出来自首 皇帝命令 把西亚和皇太子都叫来 当堂询问 皇太子表示 确实看到西亚和神殿的孩子一起 但是离得远 并没有记住对方的长相 西亚则敏锐的判断 是白天那两个侍女多嘴 西亚问皇帝陛下 如果找到了那个孩子 要怎么处置她 皇帝当场表示 要把她的嘴撕碎 好可怕 艾斯利埃尔没有勇气站出来 善良的西亚转头看看艾斯利埃尔 然后正次说道 自己和神殿的孩子聊天是事实 但是并没有说过 让她放弃皇太子被责任的话 罪魁祸首是那两个编造谎言的侍女 艾斯利埃尔震惊了 这个女孩竟然为自己撒了谎 皇帝虽然有一点疑问 但最后西亚立正 还是那两个侍女处决了 并决定给西亚换侍女的期间 要她暂时不要出宫 最近的休假 就当没发生吧 西亚的脸上露出失落的神情 皇太子想求情 可皇帝立刻制止了她 这没你说话的 艾斯利埃尔刚想张口 西亚立刻表示 自己会从命 走出大殿 皇太子让西亚放心 一定尽快选好心事 西亚笑得灿烂 说没关系 明年休假 再好好享受吧 艾斯利埃尔决定要和西亚亲自道歉 自己的懦弱 让她失去了本来不多的自由 终于 她在深夜的庭院里 找到了西亚 她正在默默擦眼泪 自从男孩发现 女孩坚强外表下的柔情脆弱 她决定要站在权力的巅峰保护她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她努力学习 帮助他人 甚至累得流鼻血 最终 她成为了教皇 直到她找到了另外一个 拥有着粉红色头发的女孩 她这才开始了她的计划 可她还没亲自和她坦白 事情就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另一边 西亚躺在床上 已经三天不吃不喝 她的朋友斯尔维亚 心急如常 却又不知如何安慰她 关上房门 斯尔维亚遇到了西亚的哥哥 斯尔维亚问是否需要再拿些食物给西亚 哥哥感激她的关心 表示自己会去安慰妹妹 她悄悄地走到床边 轻声对西亚说 西亚 我知道一切 我恨不得摧毁教皇 不要责怪自己 你的心无法完全控制 无论你是太子妃 还是神域圣女 你永远是公爵家的女儿 不要再自责了 想哭就哭出来吧 从今以后 只做你想做的事 西亚终于坐了起来 只见她微微张口 不知道在弥暖着什么 第二天早餐时 西亚依然未现身 哥哥和斯尔维亚 不由地等到失落 哥哥照顾斯尔维亚 先吃早饭 突然听到了 那熟悉的清脆有力的声音 帮我也准备一份 西亚振作起来了 哥哥立刻吩咐厨房 准备西亚喜欢的食物 并表示为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公女大人 好久不见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以后我会在您身边保护你 是阿莎 西亚心情明显愉悦 有她在身边 她感到了安心 因为尼维亚的假圣女身份 已被揭穿 阿莎不再需要监视尼维亚 她被哥哥召唤到这里来 吃完早餐后 西亚决定去散步 阿莎陪伴在她身边 他们来到一片绿油油的草坪 天气宜人 西亚的心情也渐渐好转 我有话要说 突然 那个令人想念的声音传来 那个味道是 艾斯利艾尔